說到蘋果或者什麼東西 你想說一下你昨天發的那部 Mate 40 還是Mate 40 Mate 40 兩部在一起 它就是那個系列 它那個Pro和不Pro有什麼分別呢 華為 跟蘋果是不是一樣 它應該是有五粒子像頭 它最厲害的那部 有四部的那一共 Mate 40 Mate 40 Pro Mate 40 Pro Plus Mate 40 RS 它很很多系列 它這個就是全球發佈會發佈出來的 是啊 其實我都不太理解 它為什麼是全球發佈會發佈 然後還有愈發錯誤 還有一些很奇怪的表述 為什麼是No matter 後面還加了EF 你寫英文你什麼是寫對 你寫對的話就很在形 寫不對的話就很在乘 就是以前中央人說的嘛 獻醜不如藏絕 以後寫慘的話就不要說了 是啊 除非你實在沒辦法 你擱著要說 但是你這些所謂的全球發佈會 我相信除了中國大陸之外 應該沒有人會買他的手機 沒有那些YouTuber會說他的看法 但是他會建議你不要買 他建議你不要買肯定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沒有Google系統 還有沒有Google全家圖 你沒有了這件事其實就是 它主要是那個App Store 叫什麼? Google Play Store 是啊 那我就打開來看 那就只有中國那些 不是 它直接沒有 我同事有一部 沒有? 我同事買了一部P30 不是 華為有自己的App Store 但是它搞笑呢 它那個華為的App Store 我前兩天才跟我同事談完 他跟我講 你上面很多App都搜到 但是呢 唯獨Google的App是搜不到的 就是你連Google 就是你賣 Gmail Gmail會用 再要另一個地方的單 什麼Gmail啊 什麼Google Translate啊 Google Map 在那個搜尋找不到的 就是你除了它 還要再做一個搜尋 來打外國的軟件 但是不是啊 你都沒有Google Service 你怎麼用到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可以用嗎? 我Map那個好像可以的 Map和 你的Service主要是講你的 Contact啊 那些同步啊 那你用普通的油冷去上Google 上到肯定 那就可以了 Gmail會去過油冷去看 我同事就說 我同事說 他現在Google Translate 就入網頁版 那我Youtube可不可以用嗎? 那你網頁版 或者你下過那些App 就是你自己上賣 不是啊 那你想油冷去不可以打開Youtube嗎? 可以 但是不方便啊 這些都不重要 就是說其實華為呢 他用這樣插手機出來 你又不能出去賣 放出去呢 就浪費一些付出 現在祖國同胞 各個都這麼慶高采烈 想著一個月就掃開你的貨 那你還放在外面 不會啊 這麼貴啊 反應很在熱烈啊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人捧場 什麼啊 以後會炒到 這部機出了會炒到幾萬元啊 說以後是什麼肯通貨啊 絕版啊 絕版啊 那又有得炒啊 是啊 而且他主要真的厲害 他的芯片是5mm的 然後外觀就不說他了 這些見仁見智 充電速度 現在大家都很快 然後他現在拍照那邊 就肯定是最厲害的了 他有5個攝像頭 最厲害的那個褲子 我記得了 所以我不知道那5個攝像頭 怎麼分工 其實那幾樣東西 正常的 廣角鏡 然後顯微鏡 就是近距離 然後就做個什麼 長焦啊 可以幾倍的 zoom in 然後可能 再加多一個 我不知道 不過晚上好像就不用另外做攝像頭 不需要 晚上另外不需要 可能另外那個不是攝像頭 是別的東西 那一直都有一個 就是專門採取黑白的顏色 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不過他呢 其實那些數據就不用我們說了 其實都是餘悅的 手機下去 賣點都是那幾個賣點而已 但是他可以說 就是現在 他代表著 就應該是 中國人 就是說中國市場 做手機最高的水平 嗯 他用了些什麼 就是堆了些什麼 料 就是說工業設計 首先 第二個就是 他的一些 運行速度 他內部的優化 硬件的配合的優化 還有好像他還有一些 自己的什麼創新的專利的技術 這些都不用去講 就是他代表 看來是中國最好的手機水平 否則他都不會 之前賣得那麼好 好了在世界上 但是就 撲著街 撲街都不要緊 你就要開全球法部會 你開就開 你就要預罰錯誤 你叫西人看完之後 會怎麼想 應該都沒有什麼人看 應該都沒有什麼西人會看 我一開始 我都沒有注意到 外國內學生說 有預罰錯誤 我認真看 是不是都是我老婆子出來的 就是 committed to 後面 是IG的動詞 接著下面 他就 No matter if 他就說 隨便啦 總之就是 簡單單單兩個英文 就錯了幾個地方 就錯了兩個地方 一大一大錯 不過我一直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始終不肯把 賣通訊那邊 和賣手機分開 就是你手機那邊 是真的做得好的 你美國就是想搞你 這個賣通訊那邊 那你為什麼 美國是要搞一連陷架 美國就不是搞他賣通訊那邊 美國是搞他陷架 不是 但是他弄了 在手機那邊 美國人不會 小米都沒有搞他 是的 你看Oppo有沒有搞他 OnePlus也沒有搞他 就是搞他 女兒都抓起來了 不是搞你搞誰 不是 那個女兒都是因為 都是因為華為 違反了法例 因為賣通訊設備給伊朗 你就是通訊設備來來去去去 你買手機都可能沒什麼事 就是通訊設備 你說起這件事 就很有意思了 你說起他賣東西給伊朗 他可能九成都賣了 但是我之前看經濟學人說 其實美國自從制裁伊朗之後 中國企業普遍是專搜到這個規則 中國對伊朗的貿易 是逐年大幅下降的 不是 他不能不專搜 如果你不專搜 結果就好像孟晚舟 不知道盧大哥有沒有專搜 那個伊朗的制裁 我不知道哪一個制裁 因為伊朗有很多制裁 有些不是美國人 有些是聯合國的制裁 其實你可以做伊朗生意 你不只是做中國或者做伊朗生意 你不要再出去外面 但是華為是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你可以同時 比如任正非 你可以擁有華為一間公司 再加多10間其他工人精怪 但是跟華為是沒有隸屬關係的 就像伊朗穆斯 他除了Tesla之外 他做了很多其他公司的 做SpaceX 但是跟Tesla沒有關係 只不過大家是和一個創始人創立 你沒理由 因為我Tesla做錯事 你制裁我SpaceX 公司還是公司 你為什麼要混在一起 成為一個大的公司叫華為呢 如果你有心打鼓劃的話 有心違法這些規定的話 你更加應該分開它 是啊 或者你直接 你建了另外一個公司 你就將一些上一代的專利 你就給那間公司 接著那間公司 就專門拿去做伊朗生意 那美國人要制裁公司 就制裁飽它 反正我真的和華為沒有關係 我講的是 其實要做一些生意 可能是阿爺想幫忙 那你阿爺就建一間公司 我華為就買專利給你 你就去生產 你制裁就制裁飽它 他的風險處理真的不行 其實可能美國人要制裁你 他怎麼都想到辦法 因為如果美國人對待伊朗這件事情 真的這麼認真的話 其實 Sorry 不是說美國人 而是說亂合國 對這件事真的這麼認真 其實你沒有必要做這件事 你看之前中興 其實你不要說 中興玩股就玩得更厲害 但是中興其實緬於一死 但是華為現在就是去到行 他就去華為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除了 我就不知道具體有多固執 就是這兩個公司的對比 之前中興第一個講斷心 是斷中興的心 但是後來Donald Trump就說 我說服了商務部 還是不知說服了什麼部門 林耀禁令實施之前 他就救了中興 他又在那裡吹說他救了中興 中興那件事其實已經徹底揚了出來 有文件什麼事情 中興自己都認起了數 但是中興現在的那些芯片店 他們沒有禁止 因為做得很好 他就找回高通去買 高通現在賣芯片給他 他現在有芯片用了 中興有芯片 那時候最記得 那時候還說 華為可不可以把麒麟芯片 供應中興 雖然中興是華為的健身對手 但是華為可不可以供應芯片給中興 因為當時中國只有華為是有芯片的設計能力 其他公司全部沒有芯片設計能力 那就說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具體的違反了什麼法律 其實是不知道的 華為其實水分在這裡不知道 可能我沒有認真看 而且現在審孟晚舟 其實都是沒有得出的結果 在加拿大的法庭 但是美國對華為的制裁是很厲害 很厲害的 當然你平常上新聞看 就說可能這個是中美博弈的過程當中 就是華為剛好在暴風眼當中 那麽糟糕是它 接下來美國重新又 就是如果換了人 可能對華為的一些制裁可能就會改變 但是華為是不是很差 他在南海那裏幫阿爺手 弄那些吊欺人工島 應該不是的 因為他之前 美國不是商務部頒發了一個實體清單 順便說實體清單上面很多企業 其實就是幫阿爺在南海上 負責弄人工島那些企業機構 那就是了 那些企業就應該聽我們的橋 同一個創始人 一間公司就是只是幫阿爺的 公司在做其他事情你想做什麼做什麼 你可以有技術交換 Elon Musk和Tesla和SpaceX的關係 還有Solar City 後來Solar City又和Tesla合併了 是啊 所以那時候我聽說 Tesla之所以這麽值錢 不是因為它的車值錢 而是它背後的整個Renewable Energy 那一套東西是值錢的 那些很多東西都差了 之前說炒得很厲害 我們不是說裝太陽涼板的 然後Elon Musk說太陽涼板很厲害 太陽涼板很厲害 我做一些屋頂瓷片給你 瓷片本身就懂得發電的 搞很久了 搞了兩年前就說 我們加州第一批屋主 就可以用了新的瓷片 然後完全沒有哭 它那些是Foldable的那些Solar Panel 還是真的是 不是啊 它就是瓷片變成了太陽涼板 哦 就是美觀一點 是啊 所以你看不出來的 或者是近看才看 所以遠看不出來 但問題呢 它有很多實質的問題 第一就是因為人家的屋頂 本身已經有一個屋頂 你只要拆掉屋頂再裝過 是不是啊 是啊 還有裝一定是它裝 因為其他人不會裝 誰會裝你的瓷片 我普通瓷片工就鋪普通瓷片 不是鋪你 所以有很多具體的問題搞不定 你想一下 以前你是一個建設 就是變成你的subcontractor 一個人要是Tesla 因為他要鋪瓷片 而且他獨家生意 一般來說呢 你外包給別人一定是打架 你不是說只包給一個人 令大家貨給三家 是吧 是 誰便宜誰得到 接著還有它的造價太貴 好像還說有些很不穩定的東西 就是整個壞之類的東西 所以家一家都搞不成 當然這個概念是好的 就是不要用一些 最厲害的就是那些玻璃 透明得來又可以發最厲害的 不行的 你玻璃全部都90度 跟地面 但是你發電是要靠 跟太陽平衡的角度 才是最厲害的 那它的硬件可以調整角度 有什麼?瓷片? 是的 屋頂那些 嘩 像屋頂那樣 像屋頂那樣 屋頂那樣 是瓷片 按照屋頂的角度 肯定是有向東 有向西 有向南有向北的 你家屋頂是吧 無論你怎樣做屋頂 除非你一塊平面 一般來說 屋頂都是三個型的 是吧? 嗯 不過這些不要緊 還說回 那部手機 我覺得最好正的就是 為何要用歐羅來標價呢? 是因為它 在歐洲肯定沒有人去屋頂它 歐洲 可能是這個原因 雖然英文差一點都沒有所 歐洲人大多數的英文都沒有 不是第一預言 或者英國人是第一預言 英國人都不用歐羅 反正是用英鎊 是 那它應該就是在歐洲大陸發佈的 它都沒有說多少錢 這部機 我說最便宜的 900塊歐羅 899塊 我看到 Mae 40 Pro 一萬塊 是呀 說得很貴 你才經常調查阿風 你比阿風貴好多貝 但它差不多是最厲害的 那部來的 看看有沒有哪部最厲害 它這個 Pro Plus Pro Plus 更貴嗎 我猜它這個9999塊 應該不是真正的價錢 它還未公佈 應該 它怎麽低這個價錢呢 不過呢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 現在中國的手機廠商 是真的好像發瘋一樣去 整大那個充電的壓數 如果華為那部東西 華為現在在用手機電腦 它那個充電的東西比手機電腦更厲害 我的手機電腦只有65瓦 它那個66瓦 因為一般來說 蘋果那些 以前那些只有5瓦 因為快速充電只有18瓦 它只有60幾瓦 中國只有60幾瓦 是啊 是啊 這部Mae40 是啊 66瓦 不止它 其實中國很多手機電腦都 這個煙最厲害 有三位數 一百幾 手機還是 手機 是啊 手機啊 上士快衝 我怕會灼火 是啊 其實很危險 做一些事情 其實它發現得很厲害 當然 你的效果就是 什麼三四十分鐘可以衝爆 不可能的 這些快到這樣 都是只不過在鋰電池 那個行電樓那個 上升曲線那裡 衝得快 後邊一定是慢的 不可能 都是說 不知道幾分鐘去到60% 頂龍的 半個小時去到60% 後邊這樣衝的話很危險 是啊 有些人專門拿那些溫度 就是測那個充電的溫度 我記得那個是哪個牌子呢 就是60幾還是80幾瓦 以向荷賴的產量 但是好像整個 這個西方看不到 中國的行業吹噓好像是這樣的 大家都要趕時間 大家都要趕快 大家都要趕快 大家要趕快 一定要趕快 因為鬼魯反而說另外一件事 就說快衝是會令到 你的電池的壽命減低 就令到它沒有這麼 不如你本來可以玩四年 或者三年 你又要玩兩年 或者一年半 所以鬼魯的廠商 可能中的手機廠商 就想你快一點換手機 電池不行就換過一部新的 不過說真的 快衝這件事 它最近是有 因為自從出了 叫做3D充電的標準 即是怎樣 即它有幾個定額 17 最低都18 27 幾個都很高的 這個是其他賣點 你想有那個PD 它好像有四五個 即18 27 60幾 有這個 你買一些PD 就可以通用的 你點都要達到其中一個 那你就沒有可能低的了 即它這個標準是 筆記簿電腦和手機都可以通用的 不過前提是要同一個下數 但現在不是說 Type-C是很先進的嗎 是會自己檢測到 之後就會調節的 不是Type-C都是線來的 都沒有關係 我那時候看 我都一知半解 它就說 如果 譬如你的手機 是不可以承受太大的 它是可以檢測到 它就會自己保護你的手機 那它不就更低了 5 其他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 因為其他都不 不通用的就只有5 不過 講到手機這件事 我之前 你知道上一次我們不是說iPhone12 但是後來那些YouTuber 分別都拿到了 因為我猜他們都很慘 他們都要自己去訂機 就拿到機 然後看了一下 因為之前我一直都想 就買那部mini的藍色 然後我那時候 有一個糾結的地方 就說那個藍色好像 不是很 就是它那個Pro也有藍色 但是不是Pro的藍色 和Pro的藍色是不是同一隻藍的 就是在蘋果的官方網站看 但是後來就看了一些真機的Videos 看了出來 不是的 在Videos看了應該是便宜的那隻 是更好一點的 因為便宜的那隻的藍色 是完全一樣 就是中華民國的 清天白日滿地紅的那個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貴的那隻就是有些暗啞的 就是懶神秘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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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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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華為那裡有那隻華 因為它這次的Mae 40 Pro 有很多隻顏色的 然後有一隻最過癮的 叫什麼神秘人 神秘人 神秘人 是的 那隻那隻顏色就說 可以在不同角度 看了所有顏色 總之就是彩色 這個角度看是橙色 這個角度看是紅色 這個角度看是藍色 這個角度看是藍色 不過iPhone好像沒有這些 因為以前三星好像都類似一些 那些是藍色的 有 你知道後來大家玩到沒什麼玩 就說那些手機顏色 就是玩顏色 中國它就是早兩年輕 就是說你的手機的背面那裡 就是說你不同角度看就是紅色的 那些是什麼技術呢 我忘了 這個技術是三星大起 三星一做了之後 中國的右箱就跟進了 現在發現手機的概念 該可以炒一些東西已經炒到 已經炒起來了 沒什麼可以玩了 已經越來越 不過有另外一個東西 那個Millimeter Wave 真的是很快 那些人在美國測 就是download 是1.4到1.5G的 可以最快 因為它就說 不是唯一 其中一個之前都說過的 缺點就是說 我測到1.4.5G 但是我走過對面馬路 就跌倒了幾百了 因為跟那個發射站的距離有關 就看你很幸運 如果這樣就只能夠放些人口密集 什麼體育場館那些 要室外 體育場館也不可以 就是距離不一致 你要發射站 跟那個人用手機的距離 你坐這邊主場在這裡 拍牆在對面 就很遠 你會不會有很多天線 我想問一個問題 美國的四豬 它是不是不快 不是 四豬就是 不過之前有人吊過這個 point 你記得 去到四豬後期 你是不是加了一個LTE上去 然後那些人就說 哎 其實真正的四豬就是LTE 這才叫四豬 你們以前打開的那些 其實就是三豬 3.5豬 意思是說 我們其實開始的四豬被壓下了 如果以教科書的定義來說 其實四豬都絕對夠用 我現在都是 你之前都說過這個 point 就是你想不到普通人來說 有什麼場合一定用到 剛才我說的 一點多激 那個人說了 哎 其實有用的 一點多激 就是在那裡 下載了整集Netflix 就是整個系列 下來了 是啊 如果下載了這些高清示範 就有用了 不是下載了 下載了整個系列 整個 season 下載了 那都是十秒的事 一集一激 你都給它反應一下 一集可能三秒 就是你按它之後 它有connection 有一個數據交換的過程 應該一集要三秒 一秒的時間給它做事 應該下載了 就是一分鐘之內的事 一個 season 但是問題是 你下載了一個 season 你為什麼要這麼快呢 十分鐘等不到嗎 我是想到有一個應用場景的 但是呢 就不是很適合拿到街上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備份的習慣 就是如果你的電腦呢 現在我們都在說什麼 一TB幾TB 如果你要固定時間 去備份 每個月或者每個季度 其實很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你說 叫做什麼 就是雲盤 是一個雲上備份 是一個超級快速度 這樣就很開心 但是那個其實都不算是個人的 其實你說的這種場景 其實就算是商務場景 那你個人也有些資料備份 是嗎 你真是備份了 你全部的影片 那些TB 就是那些鹹片 大問題現在是 在那裡有人打鹹片 在線看鹹片 今天很方便 長全網速越來越快 越來越穩定 唯一不好就是廣告多 那些投票出來的廣告多 不過我就有用 可能你們都 因為我們做事的文件 都可以大 都說了激激的聲音 所以就說 你說的是商務環境 如果你想一下 你就這樣想 如果你做事的那部分 你撇開的話 你需要不需要用它這麼厲害的網絡 就是 我備份以外都不需要用它這麼厲害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在雲盤上 有這麼高速度 又可以便宜的話 那我就寧願它 當然肯定 加量不加價 剛才大家都喜歡 好像之前說的Optus 那塊厲害的 應該現在 大家都已經搶去買它 不過呢 我之前發給你們的東西 我猜你們可能沒有印象 就是說 其實5G個人使用 其實有兩個場景是廣告的 一個就是 你那個什麼叫做 1VR 就是你的VR 可能就是一個屏 接著有一個5G的芯片 什麼都沒有了 接著你就用5G的方式去看東西 就是你虛擬現實 這個如果看鹹片就好 是很棒的 另外一個 就更厲害的 但是現在應該就還沒有 我不知道研發出來不 就是全色影像 就是我們現在說 我們視頻就是拿著手機 但是呢 他說接下來 如果因為你5G的網路速度夠快 激激的聲音去傳輸 而且之前說過 5G的理論值 其實可以達到20G每秒 那如果你每秒20G的數據傳播的話 其實你全色影像 其實是可以實現得到的 那時候其實 CyberSats 又可以更上一層樓 有用嗎? 你都是看著空氣的 那種 真實很厲害 立體很厲害 真的好像看到一條女兒在你面前 自摸 那條女兒真的好像看到你 在她面前搭飛機 那條女兒應該貴了腳踢很多 不是 那可以同時 同時有很多條 不是 一對N 同時有很多條 不是 我以為同時有很多條女兒出來 那你要買很多的傳遞設備 就是現在不是說 有很多網絡上那些類主播的 我發現那些其實全世界都有的 鬼都好到 就是一些色情主播 那你就可以一次過 看很多條女兒在你面前 在那製摸 那很興奮 或者可能看電影 電影方面可能以後 已經就不是看3D的了 是看全色的了 你就可以好像站在螢幕裏面 你去感受這部電影 但是這個我覺得太科幻了 那你現在看電影差不多了吧 不同 全色的話就是說 你是在場景裏面 我知道 但是全色那裡 沒理由你家裡的廳 變成了電影場景 你的桌子椅子就在那裡 你一定要 可能你要搬帶走它 你搬帶走 每個人家裡都有一個空屋 有一個空房子 做這些 所以其實就是現實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不喜歡對個人的話 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尤其是對工業 商業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主要其實就是對工業方面 你之前早上有發了一條機器人的片給我 那你這些無人工廠 其實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你這些無人工廠 裡面這麼多機器人 身上就是無數的傳感器 整條生產線 整個工廠裡面 都是一些傳感器 都是一些感應器 那這些感應器 它現在的數據交換 就是要拉網線 但是你用5珠就不用拉網線 就直接做數據傳輸 然後做實事的數據分析 實事的指令 去到每一個感應器 去指揮你每一個機器人的步驟 就是要做的 這些就有意義了 正其他沒有什麼意義